哈喽大家好,我是熊猫君 不知不觉植物大战僵虚这款游戏已经上线有十年时间了 今天我们来讲讲最强的四种性植物 分别是哪些植物 第一种,坚果墙 坚果墙是前期主要的防御性植物 在没有获得高坚果之前 基本上每一局都会带上坚果墙进行作战 因为坚果墙有着出色的性价比 高强度的防御 种植一棵坚果墙仅仅只需要花费50点阳光 就能获得4000点防御值 但是由于坚果墙身高比较矮 很容易被僵尸跳跃过去 成为僵尸的突破点 第二种,南瓜头 南瓜头可以用外壳保护其他的植物免受伤害 虽然每次使用需要花费125点阳光 但是种植南瓜头不占用地方 直接套在其他植物身上 就可以获得4000点防御值 尤其是套在那些高伤害植物外面 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样就算僵尸来了也不怕 值得一提的是 南瓜头是打无尽模式必备的植物 第三种,高坚果 高坚果相比前两种防御性植物 血量值高出了一倍 能抵御更多的僵尸 高坚果除了防御膏的特点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克制所有能跳过去的僵尸 就算有上百个成干僵尸 一旦遇到高坚果 那也只能乖乖的停下脚步 老老实实的啃 第四种,地刺王 大家是不是有点意外 地刺王也叫钢地刺 抗打击能力非常强悍 就算是巨人僵尸来了 也需要猛砸九下 才能将地刺王摧毁 而高坚果仅仅只能承受 巨人僵尸的一次攻击 除此之外 一个地刺王能击杀 九个冰车僵尸 或者九个篮球僵尸 如果单靠种植普通植物 是很难抵挡住 这些僵尸的进攻 所以地刺王排在第一名 当之无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